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在即将迎来美国取消金本位的50周年之际呢 我想和大家聊一下黄金 今天呢我们不聊黄金的暴跌 不聊黄金的反弹 也不聊1795的关键支撑位 我们从更高更长远 或者说更广泛的角度聊一聊 黄金作为对抗通胀的对冲工具 在过去50年都教会了我们些什么 50年前的一个周日的晚上 确切的说呢 就是1971年的8月15日 时任总统尼克松打断了 当时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裁员 宣布他将结束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 也就是美元正式脱离金本位制度 许多人认为这是他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在这一黄金窗口关闭之前 外国央行还可以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呢 将美元兑换成金条 理论上这是对美联储施加了严格的货币纪律 因为货币供应的膨胀呢 可能会导致美国储存黄金供应的诺克斯堡呢 发生挤兑 在尼克松决定解除这一限制的几年里 通货膨胀呢 确实大幅上升 黄金价格也是如此 如今的金价呢 是当时的50倍 黄金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黄金和通货膨胀之间明显的相关性 使许多人相信呢 黄金是一种很好的通货膨胀对冲工具 然而这一点呢 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如果黄金是一种良好且持续的对冲工具 那么它的价格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比率 多年来应该是相对稳定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正如你可以从这张图中看到的那样 在过去的50年里 这个比率从1.0的低点波动到了8.4的高点 杜克大学教授坎贝尔哈维和TCW Group的 前大宗商品投资组合经理 克劳德·埃尔布进行的研究显示 黄金只是一种良好的通胀对冲工具 其时间跨度远远长于我们任何投资的期限 他们发现呢 只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一个世纪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内 黄金才能在保持其购买力方面做的相对不错 在较短时间内 其实价格呢或者说经通胀调整后的价格的波动幅度 不低于任何其他资产 哈维教授说呢 黄金作为一种通货膨胀对冲工具的弱点 在今天可能更加的明显 因为与历史相比 黄金目前非常的昂贵 例如目前黄金与CPI的比率为6.5 几乎是50年平均水平3.6的2倍 尽管金价是1971年的50倍 但股市的表现呢似乎更好 自1971年8月以来 假设股息在此过程中进行了再投资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化回报率为11.2% 相比之下 黄金的年化收益率为8.2% 此外黄金在过去50年 如此接近于股票的唯一原因是 在尼克松发表声明后的头10年里 黄金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除去了这10年 金价甚至落后于中期美国国债 过去40年 黄金年化涨幅为3.6% 相比之下 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美国国债的年化涨幅 分别为12.2%和8.2%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黄金在分散化投资组合中没有作用 即使假设未来和过去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回报与股票 或者是债券的回报的相关性 通常很低 甚至是负的 它在投资组合中的存在 可以减少波动性 在过去的50年里 股票和债券的组合 可以通过增加少量黄金 约5%来改善其风险调整后的表现 不过 现在就连黄金降低波动性的潜力也不能保证 因为多年来 黄金与股市的相关性差异很大 事实上 在某种情况下 黄金与股市的相关性一直是正的 而这恰恰与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的预期相反 最近的一个例子 发生在去年的2月和3月 股市的瀑布市下跌期间 GDX的数据显示 金矿类股下跌了39% 甚至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34%的跌幅 哈维教授表示 接下来的50年 黄金与股市和通胀之间的不一致的相关性 使得人们很难预测它在未来50年的表现 另一个未知数是由于加密货币的出现 黄金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 在未来几年 黄金总是有可能成为更稳定的通胀堆冲工具 只是除了历史 你还得从其他地方寻找支持这种可能性的证据 然而 埃尔布对这是否会给黄金的忠实信徒 造成很大障碍 吃怀疑态度 他说 当人们梦想着黄金和通胀 在未来会如何同步发展时 过去总是可以被抛在一边的 那这是一篇从美元脱离黄金后的50年中 用数据来看的黄金作为通胀的对冲工具的一种表现 那么未来怎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历史可不可以给我们些借鉴 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 我不是黄金的忠实爱好者 同时呢 也喜欢对黄金的过去和未来有不同见解的人呢 到视频下面留言 说说你们的看法 好了 这期节目呢 就在这里 欢迎喜欢的朋友 点赞订阅 按起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